哈喽宝贝们 欢迎来到星期天又有班儿童主日学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线上和大家见面了 你们知道吗 星期天在教会的时候 Lidia阿姨这个星期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我很希望以后我们在线上参加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孩子 你们也能够到教会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好吗 当然如果你实在这个星期爸爸妈妈不能带你来教会的话 我们在线上和Cindy阿姨一起来敬拜 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那今天呢 Cindy阿姨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趣的很精彩的故事 那在开始故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然后我们要一起先唱两首敬拜赞美的歌曲 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吗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线上和可怒你的话语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每一个孩子在这里真的听见你自己亲自对他说话 求你让我们今天的故事和我们的歌曲都特别的让孩子们喜欢 也让你喜欢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跟着姐姐一起来唱跳两首歌曲 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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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试验阿华 以后发现我的右边引力过 半天太阳不能伤过 天地原谅也不能害我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他爱他 他会保护我 他不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祝福 从现在到永远 他会保护我 脱离一切他爱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祝福 从现在到永远 我祝福 从现在到永远 哇哦 那我们敬拜赞美的歌曲之后呢 Cindy阿姨今天请到了几位 很有趣很特别的小朋友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呢 爸爸妈妈带你们有去过动物园 那你们都有见过 好首先欢迎我们第一位出场的是 登登登登 是一只大黑熊 这只大黑熊看起来有点凶 有一点可怕哟 还有第二位小朋友是谁呢 第二位小朋友他也是胖胖的 但是好可爱呀 他就是我们的小熊猫宝宝 耶你们有谁见过小熊猫宝宝吗 在动物园 在电视里面有见过 对吧 小熊猫宝宝 还有一位小朋友 我看看有谁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呢 他是谁 他是谁 你们能叫得出来他的名字吗 哇 他的名字可不是那么的容易哦 他的英文名叫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他的中文名呢 中文名叫 豹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诶 为什么今天Cindy阿姨要请这三位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呢 为什么呢 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吗 好 那接下来呢 Cindy阿姨会请你们看一个很有趣的 短短的视频 看完视频之后 你再告诉Cindy阿姨 这三个朋友 就是今天邀请来的三个朋友 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熊猫宝宝会爬树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对不对 很多人都知道也都见过 但是熊会爬树你们见过吗 可能很多人也见过 那豹子呢 我真的不知道它也会爬树啊 我只知道豹子是跑得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动物 快得像我们的汽车一样 像爸爸妈妈们开的汽车一样 跑得飞快 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啊豹子它还会爬树呢 刚才视频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也会爬树对不对 那有谁要分享一下 还有谁 想要告诉我们 那请你举手好吗 当然 Cindy阿姨现在叫不到你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其他的动物 你认识的 你知道的 刚才视频里面出现的 也会爬树的动物 那你就可以告诉爸爸妈妈 也可以告诉身边的其他的家人 你跟我们一起分享 哇 原来那么多动物会爬树呢 那 小朋友你们呢 你们有没有爬过树啊 你知道吗 Cindy阿姨的宝宝 Cindy阿姨的宝宝甜甜 她小的时候可调皮了 她呀 也爬过树呢 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孩子 也有爬树的经验 你看 像这个 这个 他们也都爬过树 好调皮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你们 很多人可能也有爬过树 那今天呢 Cindy阿姨 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 她的名字叫 Sagai 再说一次这个名字 Sagai 这个人呢 她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已经是大人了 她长大了 但是呢 她做过一件和小朋友们 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 爬树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 好吗 What's going on It is Jesus of Nazareth He has come to Jericho You have one week Jesus He's outside the city Jesus of Nazareth Is here in Jericho I must see him Children Your friend Jesus Is coming Come on Oops Sorry Chris Excuse me I need to get through Can I Would you please You think Jesus wants to see a thief like you No But I want to see him Excuse me Make way Coming through Oh I have that same sandal Out of my way Move please I think we lost Gizmo Come on This way Gizmo Gizmo where are you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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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z what are you doing Beating the crowd Come on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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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now Give us a bootster blast Giz You got it Bootster Blast Oh n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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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me please coming through come on this way guys maybe it's time to try the Zacchaeus crawl follow me there were some smelly feet in that bunch perfect well if it isn't a resident tyrant you here to tax Jesus too teacher what is it Zacchaeus make haste and come down for today I must stay at your house what is he doing someone should tell him Zacchaeus is a tax collector a sinner and a thief I am coming you will be my guest wait for me lord I am coming down as fast as I can I'll be right how far down I didn't think Zacchaeus had ever met Jesus before he hadn't until now and of all the people in Jericho to be with Jesus chose a sinner 原来啊 Zacchaeus is a very beloved person he had not known Jesus when he did many bad things bad things he would deceive others he would also 从别人那里偷偷的拿 他不应该拿的东西 那很多人都讨厌他 但是呢 当耶稣来到他们那个地方 讲道的时候 他知道耶稣真的是对他们 有很大帮助 耶稣的讲道一定要去听 因为大家都很讨厌他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 穿过人群走到前面 看耶稣 而他又是一个个子很矮小的人 所以他被围在人群外面 他见不到耶稣了 那集中生智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他就爬到了边上的一棵树 这样呢 他就比所有围着耶稣的人都高了 他就能够清清楚楚的听到耶稣对大家的讲话 于是他也成功的 于是他也成功的引起了耶稣的注意 耶稣看到他之后呢 就跟他说 你下来吧 我今天要去你家我今天要去你家做客 哇 这可把撒该高兴坏了 他赶紧回家准备招待耶稣 从耶稣进入到他的家里那一刻开始 其实已经对他做了 神就对他动工 让他有了许多的改变 然后啊 撒该就对耶稣说 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都用来接济穷人 还有如果我以后还用欺骗的方式 获取金钱的话 我就会四倍偿还 哇 太让人感动了 曾经那一个很不乖 很调皮 总是干坏事的撒该 因为他跟随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讨人喜欢 也讨神喜欢的人 对不对 哇 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呢 你们是不是也要努力 像撒该一样跟他 跟他一样向他学习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主耶稣 把你们身上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毛病 都改掉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呢 我们讲的就是撒该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圣经的故事 那就是为了建造主耶稣的面 他爬到了一棵很高很高的树 就像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个朋友一样 哇 那主耶稣也真的很怜悯他 就让他有了许多的改变 当他的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在他的心里动工 于是撒该曾经那个坏坏的不乖的撒该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那我们也要向撒该学习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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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ering 走 回头 想 想 league 不管 幻子